大家好 这次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叫做随意肌没有那么随意 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随意肌的定义 其实随意肌 它就指的是骨骼肌 那相对于心肌来讲 心肌你没办法控制 说心脏 我现在不跳动 停一会儿 不大可能 但是骨骼肌来讲 比如光二头肌 我可以让它收缩 我也可以让它放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相对于心肌 还有其他的平滑肌来讲 骨骼肌 它相当于是随意肌 这个随意肌既受神经的支配 也受意识的支配 那么它的特点是 收缩速度比较快 有力 但是不持久 心脏上的心肌可以一直收缩 每分钟60到100次 每天 这人这一辈子 心肌一直在持久的收缩 但是没有哪一个肌肉 一直这一生中 一直在收缩着 骨骼肌来讲 所以 相对于心肌来讲 骨骼肌就是随意肌 但是随意肌 没有那么随意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讲一个运动感知觉 我们知道 相对于肌肉来讲 节地组织筋膜里面的感受器 是最多的 那么 所以这个感受器 收集的感觉信息 通过感觉神经 传入到中枢 中枢通过运动神经 做出动作应答 肌肉收缩 产生张力 或者是肌肉收缩 产生动作 又形成本体感觉 传入中枢 所以 感受器 通过神经 和肌肉有这样一个 闭环 叫做运动感知觉 具体举个例子 比如 底卡关节 这个地方的感受器 收集正确的 骨盆和髋关节的位置 那么传入中枢 中枢使得臀大肌 使得周围的臀中肌 腰方肌 正确的肌肉目击收缩 那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 感觉信息的收集 这些肌肉就会错误的收缩 比如低下关节这儿 出现了炎症 出现了肌膜的粘连 这个患者可以表现为 臀大肌的薄弱 因为感觉信息传入错误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肌肉的收缩衣服 相当一部分程度 受到感受器 传入中枢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 这个原理了 我们就看一下 它有多么不随意 举个例子 现在拿出你的手 把你的手指放到火上 你迅速手会回来 为什么 这个热 先到皮肤上的 这个痛觉感受器 那接着传入中枢 中枢说 这危险 所以抓紧 光尔头肌收缩 曲肘 来逃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肌肉 你没有意识的控制 只是皮质下水平的 迅速回来了 那再有 一个关节 拧巴 周围的韧带关节囊 会有一个翻正反射 传导到肌肉 肌肉也会收缩 因为你拧巴着 这个关节的时候 肌肉是很难放松的 因为你拧巴 关节筋膜里面 也就是筋膜 包括 韧带和关节 里面的感受器 传入中枢 中枢会向肌肉收缩 来保护关节 这个不是意识 所以也是不随意的 那再有 关节如果受到刺激 你用针刺 用手 刺激关节周围 尤其是这感受器 比较多的时候 那这时候会激活 关节周围的肌肉 不自主地进行收缩 比如吸吊盘上 你一敲击 边韧带 崩 那肌肉会不自主地 进行收缩 那再有 如果关节周围的韧带 结底组织损伤 或者是骨头损伤 因为骨膜上 有大量的感受器 损伤以后 传入中枢的信号错误了 接着肌肉会强制 也会出现 这个 这个 肌肉收缩的 错误 那还有 如果这个人情绪 不是特别好 比如现在你紧张 不自觉的手就赚拳了 不自觉的有些肌肉 寒胸驼背了 如果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不自觉的有些肌肉 张力就增加了 所以你会发现 随意级 没有那么随意 那最后 不管你现在 是什么姿势 来听课的 那需要稳定 那这些稳定 是需要肌肉的 这个张力 那这个张力 不是说我想哪个肌肉输缩 哪个肌肉输缩多大的角度 多大的力度 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随意肌 没有那么随意 我希望大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第一肌肉确实可以 自主的输缩 我让肛尔头肌输缩 我让臀大肌输缩 是可以控制的 随意 但是它不随意的话 需要受到感受器的控制 这个感受器主要在哪 在肌膜里面 因为肌膜里面的感受器 比肌肉里面的感受器 多得多 是它的六倍 之多 所以一个肌肉出现了紧张或者薄弱 一方面是肌肉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肌肉周围的筋膜出现了问题 是肌肉周围的筋膜出现了问题